ADSL连线设定 当我们要设定网络连线的时候 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网络图示 编辑连线 你可以选择一个新增连线 如果你家里是ADSL连线 你就选择这一个 接你 比方说,连线名称自己 就输入 假设是这样 把你的账号 比方说 输入 这边可以看你打对还是打错 那这都是我测试 简单随便输入的 并没有 并不正确 那你请你看你自己的ADSL连线设定的账号跟密码 就可以了 这是ADSL连线的设定 至于这边 就搜索 搜索设定 那我这边有我自己家里的连线设定 如果是CNET的 也就是这样设定 我们来搜索 搜索 DSL连线 那网路也就出来 連線的狀況 你可以看連線資訊